所以今天我就要拍一集 游乐园照片怎么拍 我是完全不用出运飞的 特别选这样鲜艳的颜色的 校三高中韩国女学生 一个躺老鸭这样 呱呱 躺老鸭 每次都是 안녕하세요 猜猜我在哪里 更新新高兽的更新Sky World Team Pa 我拿着 蛤 开我回来了 这云顶Sky World Team Pa 终于开放给大家玩了 我花了151块买了入门票 进来肯定是要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给你们看 才可以给大家知道我来了 302啊还有我的票 我进来拍东西都要买啦 非法请我 所以今天我就要拍一集 游乐园照片怎么拍 你看我带了 咦大堆衣服 这些全部都是淘宝套回来的 一共6套 有迪士尼在套公主封 有辣妹封 还有校园封 重点啊 这些衣服全部都很平价 6套衣服加accessories 我只花了500块马币 平均算起来一套大概是 23块罢了 我算过了 这边运费原本是100块钱左右的 但是我是完全不用出运费的 为什么呢 因为配合3月8号女神节 大马满299元就可以直接空运包邮了 所以我这边省了100块钱就可以帮补一下 我这个劲爆的入门票钱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在云顶现场开箱 但是因为现在有点下雨 然后有点冷 我们找一个有得遮的地方 直接开给你看 来吧 第一套衣服 这个我跟你们讲 我很喜欢 典型的JK校园封 我也还有送一架 超漂亮的 它就是这种很典型的 真的 这种就是那种校园封 就是韩国校服的那种 小姐姐 看起来超好看的 然后还有它是一套的 就是外套 然后加这个小裙子 然后还有送一个毛泰 这个我很迫不及待要试 因为我觉得在乐园 穿这种衣服的就是很简陵的感觉 OK 第二套就是这个 我特别选这样鲜艳的颜色的 就是青色的棋盘格 为什么选这样鲜艳 因为云顶这个天泡它五颜六色嘛 所以我们觉得就要来个大壮色 颜色加颜色你就会很显色 然后最近流行棋盘格 我就选了一个棋盘格 而且云顶比较冷嘛 所以你穿这个也很适合 因为很保暖 第三套有点点吓到我耶 它一开来的时候 你们不能看这个就judge人家 它穿上去会很好看的 而且我故意选高龄一点的 就是比较保暖嘛 然后它整个布料是整直的 所以很暖 然后又选粉红色 就是看起来比较少女心一点 然后在这种五颜六色的地方 你也是可以比较郁解封一点 然后这个 是这样拉上去的 这看起来很好干耶 泡泡袖是一定要的 来游乐园 因为非常童真 每个女生都要有公主梦 所以必须要穿上一个公主裙 公主泡泡袖 然后它是下面这边是网纱类的 然后它包裹起来 所以它会有一点 碰碰的感觉 后面还可以绑ribbon 接下来这一套 我觉得好像有点紧张 这个我最担心采雷的就是这一件 它是这样子的 吊带的法式缝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画呢 是油画 就是油画系列的 就是比较法式风情一点 很温柔 小姐姐的style 然后 但是我觉得它的裙子有点短 然后好像还有点透耶 因为很冷嘛 它这边还有加一个 外罩 就是套上去的 这样子 这个帮得了多少哦 这个 这个是穿搭的精髓 你懂不懂 穿搭就是搭配 穿搭就是搭配 这个我很期待耶 你觉得这个颜色搭配有没有donald duck的feel 很像donald duck 这个 我要澄清 它不是donald duck 是糖老亚 它是cinderella ok what cinderella的color 只要相信它就会很好看 这是迪士尼公主本主 ok 我们现在去上升吧 走起 kondichiwa 校山高中韩国女学生的那种耶 我觉得自己穿好这件衣服哦 在这个team park这边哦 其实是没有违和感的 我一开始在想会不会很突兀这样 其实不会耶 它下面这个quality是很好的 就是hold不来的啊 然后这件衣服 它其实是蛮扎实的 肩膀这边它有做了一个垫肩 然后整个有一种直脚肩的感觉 然后里面这个白色是我的啦 这个bowtie是一set的 这样是整套就是bowtie 外套还有裙子 全部是一套的 我穿这个躲在这边哦 全部人回头望我 回头率好高哦 ok我们决定去这边爬 因为哦它有一点像那种 university大学的那种感觉 然后而且跟我的红色衣服很搭 ok第一套的学院风我们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换第二套 我这是很sack的ok sack的要去很硬朗一点的地方 很sack的全部人看着我耶 你看我走在街上 这个是比较sack一点的风格 就是用装色哦 来打出那个颜色照片上面的鲜明度 挖子也配过的哦 看到没有 因为为了这个棋盘格 我还故意定了这个挖子 也是淘宝一起买的 你看这个毛是 属于比较厚实一点的 所以如果等下傍晚吹风的话很适合 现在12点不是很适合 有点小小热 然后后面这边 它还是有一个hoodie的 可以tap上去 其实它的整体的长度啦 刚刚好遮到屁股 所以就形成了下半身消失素 你穿一个短短的裤子 就可以显腿长 ok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比较man一点的 然后收掉刚才的笑容 不可以笑 挺胸 你不要笑啊 你不要笑真的 真的 你懂这个造型我刚才出来自己也杀掉 它有点像Sixson里面的 请御义 请轻格 嗯 这套衣服咧 你不要想着Sixson 其实它很小姐姐的 它就是非常的温柔的 而且它粉红色嘛 然后它这个手套其实是分开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洞给你穿进去 然后裙子紧身 但是我发现它走路的时候 它有一点点稍稍的往上 上一点点 但是还可以 然后整体布料不偷 一点都不偷 然后还可以的 就很可爱啊 你看小泡泡秀 然后夹这个是ok的 去这个椅子的位置 然后因为这个是温柔小姐姐 所以我们要找个地方坐下来 然后这边是特点嘛 所以就要放出来给人家看到 然后就跳 这个是法式油画风ok 它的布料都是比较容易皱的 你一定要烫了才可以穿 然后记得女生一定要穿裤子 因为它很透 然后胸口这边有少少的 大家注意一下啦 然后袖子比较宽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肩宽的人 也不是很建议啦 因为它会让你看到很大 整体就是比较可爱一点 然后加个小ribbon 就很好看了 我刚才以为这件是最雷的 结果它不雷耶 我觉得ok 很不寻常的一个设计 不容易装衣服哦 这边的话 其实我也不懂怎样摆 纯粹喜欢这个茶餐色的招牌 因为这个衣服比较可爱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调皮一点 就是来双手放后面 正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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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秀终于登场了 期待已久的来游乐园 一定要穿泡泡秀 这款超公主的 它整个都是米黄色的 然后它的衣服上面 是有那种凸起来的纹路的图案的 摸起来是 不是平滑的 然后 它的下面这边 它做了一个 上卷的一个网纱 包覆的感觉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很可爱 然后细节在这边 它后面这边有一个 网纱的ribbon 这点如果你拍背影照的时候 也可以很好看 但是泡泡群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可能会显到下半身 比较肥胖一点 所以我们拍照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上道具盖去买了一杯水 然后 后面我看到有一个很大的城堡 AIM它很久了 最后一套就是我最爱的白雪公主套装 穿上之后公主气息马上出完来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啊 所以摄影师你拍不好你试试看 我准备好键盘给你跪了 蛤 出这套衣服就应该配一个很梦幻的 Merry-Go-Round旋转木马背景 来个迪士尼梦幻大片吧 好了六套衣服已经完全试完了 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套 认真的 我觉得第一套JK那个小服装 不是这个吗 整个唐老鸭这样 唐老鸭唐老鸭 唐老鸭唐 这样基本上我觉得我这次买了六套衣服都不踩 而且不会贵耶 就是接下来如果你要去云顶玩啊 或者是游乐园玩啊 你们都可以买起来 一间八十多块我是觉得很可以啦 哇那风突然这样大了 很冷耶 现在淘宝满299限时空运包邮 只限5天罢 就3月4号到3月8号 只要买上299元直接空运免邮费 我这里啊起码省了100块钱马币的运费耶 加上配合3月8号的淘宝女神姐哦 每天2点到4点有Fashion Hour 可以抢到半价的Promo Code 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开通 拿着啦我了的话你快点去 因为这次哦淘宝给新人的专奖 又会有高达97块 这个详情呢你们就看我的Caption啦 我懒得讲了你们去看 最后记得用我的Promo Code Kips到满400元 可以扣40元哦 好我真的认真要去玩了 不然天要黑了 下次再见拜拜